我朋友老白他昨天去吃饭 就遇见了一个特别讲道理的服务员 他那个态度可好了 去饭店吃饭 一推开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我说你们怎么不开空调 服务员说老板不让凯说非电 我说那你们把窗户开开呀 热死了 服务员说老板说关上窗户 外头的人就会以为我们开空调了 胆请飞呀 这么热的天还敢出门吃饭 可不是吗 走了一百米我感觉自己都快熟了 看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生意呀 比方说在刚刚这家店当老板 至少你要不怕热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胖子怕热瘦子怕冷 但是做生意的人啊 除了赔本他什么都不怕 啥都能豁出去的人 他们不发财 难道我发财吗 我身边有不少经商的人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啊真的 每天打听就够累了 难得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 全部都拿去上课了 哎呀可想而知 积累知识度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想要学好英语的同学们 你要注意了啊 我朋友圈的这位猫打侠 正在传授 快速记单词的好方法哟 很多人为被单词效率不高而苦恼 作为一名过来人 我建议初学者不要急于求成 也不要因为忘记而焦躁 首先要通过不断的重复 在不同语境中反复遇到这个单词 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和挫折之后 最终你一定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和共性 自己的机型可真差呀 我机型不好 但是我记得你欠了我一顿饭 你说什么 外面好丑 我看不紧 奇迹一跃不能识步 奴马识驾 功哉不舍 做事一定要有恒心 特别是记单词 你像我读书的时候就不爱记单词 现在唯一记得的单词就是loser 别学我